首先先把Arduino打开 我们开了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的位置 如果各位已经刚刚把Bridge这边架好了 你就会看到这个Time Check的这个城市 那我们先看一下Time Check的这个城市 好,那各位请把它执行一下 那因为我刚刚已经把它启动了 来Time Check 就是现在各位所看到这个就是Time Check的这个城市 好,那各位什么都不要改 然后直接就来烧录了 那我们首先先用那个7688的这个设定 好,那第二个事情呢 Pol的部分请你麻烦选一下这个 那虽然你有网路版的啦 但是我们先找一下 然后这个选项有点不太好找 这时候我建议你想尽办法重新启动 还干嘛,一定要让它启动 不然的话等一下那个资料会看不到 好,那再来我们刚刚有跟大家说一说念 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你一定要设定一下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现在来设定一下 行李把Terminal打开 好,在Terminal这边呢 之前我各位稍微简单的提过一下 请各位连到这个网址 然后把这三个动作重新做一遍 有跟各位提到 我们就请各位实际做一遍 好,那请各位依照这样的动作稍微执行一下 然后我建议重新开计一下 那有的时候它可能不会很顺利 我会找到那一个 好,对不起 不是在这边 是抽购SS去的方法 然后到 Linking it local的这边 好,那我执行刚刚所要各位做的事情 好,第一件事情 然后把这个处理完 好,那完毕之后呢 请你具体的把它重新开计一下 那因为我已经做过了 我就不重新开计了 好,那我们就透过这个程式呢 就可以了 请记得在这边要重新开计 好,那因为我已经做过了 我就不做了 好,那如果各位有的话呢 就会有这个程式 然后第一个 请你刚刚两度 第二个,直到这个板子上 然后重新烧录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Up-Log的烧录动作 这个很重要 一定要做到 请把它务必地把Up-Log 然后把它烧录 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会建议你这个Po如果有问题的话 你稍微把它选什么 选下面这个 然后那个Po有的时候会出现 有时候会消失 那我就觉得那是 看各位的幸运 因为它的系统 对啦,就是系统就是这样的 然后目前没什么解决 知道了 各位可以去网络上找一找看 或者花点时间去认体式更新 但是我都试过了 所以各位自己稍微看一下 那我们先把Up-Log一下 好,这样就可以了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因为你要看到的话 你怎么看到那个东西呢 事实上各位必须要 从Serial Monitor去看 但这件事情有挑战 如果说你是从这边来看的话 但是看不到你的数字 因为是9600 这边才看到 然后是必须要透过9600 然后又透过那个去做 好,那如果这个时候 你没有出现刚刚看到的 USB的那个状况 就重开机吧 对呀 重新开机 重新试一次吧 然后直到 它们到某一天的时候 就突然会出现了 这是我实际测过的情况 那画面先稍微暂停一下 我就一直重复 开机、开机、开机 然后直到它会出现的时候 我们再继续 好,我画面先暂停一下 这个了 那这个很重要 如果你没有选到这个的话 其实后面的部分就不用提了 你一定要看到这个 才会有做一些Debugging的动作 好,那请各位呢 就重新开机吧 然后不知道开多好吃 你再会就会看到 好,那如果看到之后呢 你就稍微的把这个Monitor打开 各位就会看到 像现在取得 现在的那个Time的Clock 就是 现在是几点几分 然后这个时间呢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程式 它是从PlusX那边过来的 然后呢 从计程USB那边取得时间 然后去做处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大概是从Stream那边 是从USB那边过来的 好,那我们先做到这边 那这边是科朋克老师 这段影片先到这边 到一段路 拜拜 拜拜